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民開講 人民覺醒做主人 我是蓮姐 今年2月11日 媒體報導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 調查全球165個國家 與包括兩個地區的巴勒斯坦與香港 這些國家的民主政治狀況 總分在8分以上的為完全民主 台灣以總分得到8.99 列入完全民主 高居第八名 是亞洲地區的第一名 身為台灣人 看到外國媒體對台灣民主的肯定 一方面欣喜 但是卻也質疑 實際上台灣是否符合完全民主 你我這是在地的台灣人 應該最清楚 今天我邀請兩位在公務門退休的人士 來分享他30多年來的觀察 首先邀請Alan來分享 他所觀察到政府官員施政在公民教育上 做了什麼樣的示範呢 談到教改 台灣人都很有感 國高中大學升學方式頻繁修改 讓許多人已經不知道詳情 最近新聞報導 高中延後到校的試驗措施 再在體現台灣對教育的重視 希望下一代成長得更好更茁壯 尤其大家耳熟能詳的零體罰政策 要用愛的教育 對體罰零容忍 再在展現台灣人在教育議題上有高度的關心 然而到了社會 是公民教育的階段 政府卻展現截然不同的態度 可謂是放棄教育 鼓勵檢舉 採取零寬容政策 例如全年代強制執行欠稅欠費案件 高達一千數百多萬件 這個數字有些人也許無感 但是仔細思考這個數字 卻代表政府不像校園端如此重視教育 校園端的教育改革 須同時重視教與學兩端 同樣的税務教育的改革 也須同時重視政府與人民兩端 怎麼會高達一千數百萬件的欠稅欠費 代強制執行案件呢? 就好像學校裡有大量的學生代處罰一樣 任何人都會覺得不合理 然而 面對一千數百萬件公民欠稅欠費 代強制執行的公民教育 政府的態度是什麼呢? 一是鼓勵民眾互相檢舉 請看這段國稅局長鼓勵檢舉的影片 我剛剛講要靠大家是什麼 有一首歌我就很喜歡唱的叫做 你是我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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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我的眼啊 為什麼 大家去幫我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人在逃漏稅 所以各位 你們是國稅局的眼啊 如果你看到了怎麼辦呢? 來 跟國稅局檢舉 如果你覺得他生意很好 他卻沒有用發票 你就來告訴我們 好 請問像中日的檢舉有什麼房子 有獎金嗎? 有獎金嗎? 最高480萬 這個問的太好了 這個同學應該可以把他吸引進來 當我們的這個優秀同仁 大家聽完這個以後呢 有興趣來加入我們 代表市國稅局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二 是最大話先開單再說 有問題你去跑法院 請看以下影片 這樣子 這種案件 就是每天在發生 到現在都還在發生 怎麼做呢? 我看到你 一家公司 一個行號 有一些錢 好像是公司的錢 或你營業賺到的錢 但是沒有流進公司 或行號的戶頭 流到你個人的一個戶頭 那他會做什麼事情 來 這個戶頭拿出來 全部的存入 都當做你的營收 都當做你賺到的錢 你來跟我說 哪些不是你賺的 OK 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上個月底 才在中區國稅局 解決一個這樣子的案件 它呢 是 等於說 因為畢竟有一些 做一些生意 然後有一些資金掉度的問題 然後 掉度有問題 怎麼辦 掉頭寸嗎 借錢嗎 借錢的時候要不要還錢 要還錢 所以他的人生 就是不斷在借錢還錢 借錢還錢中度過 OK 那現在他被國稅局抓到說 你的戶頭 進出這麼頻繁 一定有問題 OK 那這是什麼問題呢 他把他所有的怎麼樣 存進去的錢加起來 見鬼了 兩年內 他存進去兩億多 他說你這是什麼 營業收入 兩億多營業收入 然後他說 我都還出去了耶 旁邊都還出去了 不管 不理他 就要開單 就這樣子 兩億多 光營業稅開出來多少 五趴 然後加法 1.5倍 大家自己說看看 這個數字 可以讓人家跳樓了 好不好 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他憑什麼這樣做嗎 對不對 他憑什麼這樣做 他說欸 你所有的存入 你要跟我解釋 為什麼不是營業收入 這錯了吧 應該是你要跟我解釋 這為什麼是營業收入吧 三 是到了法院 嚇到你不敢輕易上法院 請看最新修法規定 要數院必須先繳稅單三分之一的額度 這就像學校老師 主張學生要體罰三次 學生認為不公平要申訴 卻要先處罰一次 才能進入校評會一樣的荒謬 身份證自殺者 誰在前面去縣掌事 我是A 所以我就第一個 好 他就寄單子給我 那我看了嗎 我說欸 可是不是我欸 他說啊那這樣怎麼辦 我看得懂他們那個流水號 我就說欸我幫你查到一個暗號 我看到一個上面是一個方文縣律師 縣就是文縣的縣 只是它是簡體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國稅局也是蠻奇怪的 他為什麼他的電腦打不出文縣 文縣的縣的簡體字 但我後來跟他說 我發現是那位律師 他說那這樣子嗎 那我方不方便把一些資料給他 我其實我沒做過的事情 我如何舉證啊 這個消極事實在舉證責任的分配裡面 是不應該由我來舉證 因為我沒做過的事情 我怎麼去證明我沒做過 除了不在場證明 可是不在場證明是什麼 我是用一個 因為我人在另一個地方的在場證明 來證明這個不在場證明 所以大家不要被呼嚨了 所以就是說 所謂的消極事實 這不應該是我舉證 不過我們本於良心 良善的心 我就告訴他說 那沒關係 我來跟那個大律師聯絡看看 同道之間 大家總是會這樣子做 那我就打了電話 方大律師啊 不好意思 那個案子應該是明白 他說我幫你查一下 真的是耶 我說那你方不方便把你的委任樁 跟你判決書印一份給我 他就傳真的給我 那我就傳真的給國稅局 我們整個納稅制度 他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要從人民口袋拿錢出來 反正我找到方文了 那老實講說 那稅金額不多 大概幾百塊幾千塊 如果我今天很煩 為什麼我繳掉了 想想看我們台灣 假如說現在是兩千一百萬人 一個人繳一塊錢 就是兩千一百萬 我真的就是要拒殺成他 那個取證的責任分配 是非常重要的 請大家分清楚 檢察官是檢察官 法官是法官 法院是指法官 檢察官是檢察署 是不一樣的單位 如果說今天起訴書出來 那就檢察官說了算的話 那剛剛就沒有法院的存在了 所以起訴書 它不是一個終局的裁判的東西 它沒有終局的效力 就說那你自己舉證 那就沒有想到 我們的沒有效救濟程序裡面 法官就說 對啊 那你舉證 就法律人來講滿匪夷的 我們的整個行政救濟程序裡面 它的舉證則是完全失衡的 也就是你必須不斷地舉證 不斷地舉證 我沒做過那個事情 謝謝大家 有些人對一千數百萬件的欠稅欠費 但強制執行可能無感 也許是因為自己沒碰到 但請想想這麼高的比例 就算你沒碰到 你的家人、小孩、親友也很可能碰到 也許也有些人 認為真的就是有人愛逃稅 但請思考上面影片 被灌水的稅單不會是少數 也有些人認為 誰叫你要忘記繳費 但請思考政府在學校端 零體罰 公民端卻零寬容 這樣矛盾的思維 犯了古聖先賢所說的 不叫而殺之過 謝謝Alan 精彩的分享 官員在學校鼓勵學生 誘導攤取檢舉獎金 沒有看到影片 我還真不敢相信 原來政府官員的公民教育 只是個做作表面功夫啊 接下來我們邀請鳳姐來談談 他觀察到台灣的法稅的不公不義 台灣的法稅還處於戒嚴時期 竟然還有少數貪腐官員 劫持整個政府啊 真糟糕 大家好 我是一位服務公職 近30年的退休公務員 當初考上公職 我很開心 可以養活自己 養活家庭 也抱著人民是我的頭家 也相信台灣是五權分立的國家 但是多年觀察下來 我發現行政權獨大 連前司法院大法官 即副院長陳仲謀先生都表示 台灣根本沒有三權五權分立 假如有的話 法律判決之後 行政機關整敢說弄呢 尤其在稅法上 行政立法司法一把抓 因為稅捐基增法是1976年公佈施行 當時戒嚴時期 根本不存在賦稅人權觀念 而稅捐基增法第一條之一 立法院卻讓稅務機關 可以自訂解釋函令 造成近萬條沒有經過立法院審查的解釋函令 拿來對人民課稅 根本違背憲法違反兩公約 前台大教授陳志榮老師 他分析在實務上 稅務機關從開單補稅救濟 甚至只用金額大小 就可以決定欠稅人限制出境 沒有經過法院喔 行政立法司法一把抓 讓財政部宛如過去的警種 一條邊的做法 讓台灣稅法處於戒嚴時期一般 更慘的是 人民收到烏龍稅單 尋求救濟 人民要先訴願 要先繳稅額的三分之一 否則財產會被強制执行或限制出境 縱使訴訴 行政法院是敗訴法院 人民勝訴率只有千分之三 甚至法官不自為判決 勝訴了 稅單還會回到國稅局手上 嗨囉嗨囉 稅務人員每年編有上億 沒有法員的稅務獎勵金 稅單一出 獎金一領 錯了哪肯撤銷啊 只是金額改一改 又重新開張稅單給你 成了違法稅單 萬年不死 我看到台灣的稅奴 七七慘慘七七 被稱為法稅228的太極門案 就是集人權迫害的大臣 這件案子已經引起國際關注 寒冬雜誌主編 馬西莫英卓平教授 語重新長的說 太極門案凸顯流氓官僚 迫害無辜人民 甚至用稅收 作為迫害有價值的宗教 或心靈團體的主要手段 曾經獲得2020年 美國宗教社會學學會 終身成就獎的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社會學榮譽 退休教授Ellen Becker指出 一直有少數人 劫持著整個政府啊 退休稅務檢任幾何 黃坤光老師 退休後出版的一本 《捍衛租稅正義保衛納稅人權》的書 提到稅務人員全無法理依據 至非常態課稅思維 竟能凌駕立法、司法、監察及大法官的解釋功能 彈劾民主法制、依法納稅和司法改革呢 他剖析 太極門案就是這本書的寫照 並指出相關承辦的稅務員 已經觸犯刑法129條 公務員的違法征收罪 人民淪為稅法的奴隸 你還認為台灣是完全民主的國家嗎 如果不是 那就事情大條了 難道我們選的總統不是真正的領袖 還有地下流氓官僚 綁架整個國家嗎 更可怕的是 人民不是國家主人 流氓官僚在幕後操縱啊 不公不義已經浮上檯面 草根博士沈欣林小姐提到 台灣號稱經濟成長率5% 股市創架歷史新高 但在這繁榮數字的背後隱藏著 每十個人中有七個人低於平均薪資 台灣已經面臨五窮 窮生技、窮人心、窮公益 窮尊嚴窮世代啊 也揭開政府已在養在貧富差距 加大的社會問題 法國作家卡妙曾經說 轉身反抗不公不義 你才由奴隱變成自己 我願意站出來 是希望回饋 栽培養育我的土地台灣 喚起人民覺醒 讓人民真正做國家的主人 謝謝大家 感謝以上兩位的觀察與分析 原來被稱讚是 完全民主的台灣 還是披著民主的外衣 骨子裡還存在著威權移毒 很難想像外國朋友知道這些真相 還敢不敢來台灣投資呢 最後我們來聽一首太極門真相 了解這專已超過25年的假案 目前引起國際學者的強烈的關心 並且已經四次提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太極門案件中的官員的貪腐 在聯合國正受到譴責 全民開獎節目 喚醒全民的覺醒 面對真相 體身抵抗不公不義 台灣才能真正是一個完全民主的國家 聽完這首歌 讓您快速了解太極門真相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再會 太極門案件真相 太極門案件真相 是什麼 台灣最高法院 勘決無罪 無間碎 或誰去 還真不為等 小小水淡的沈浪 或誰去 為大腔心拍賣 太極門案件真相 太極門案件真相 是什麼 台灣最高法院 貪絕無罪 無千歲 過誰去 還真不為美 秋秋水淡的承諾 過誰去 為大腔心拍賣 太極門 修行與盯迪 為大手歸過憂 為大管人 更性在哪裡 公立人權 正義在哪裡 台阶门案件真相是什么 台湾最高法院 判决无罪无前睡 过学区 台阶不为北 车上随单的承诺 过学区 为法强行拍摆 开机盘修行与定义 为法收回国有 为法断圆 两心在哪里 共理人权 正义在哪里 正义是实 两心大团结 不为公立 人权向海底 正义是实 两心大团结 不为公立 人权向海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